娱乐圈90后演技杠把子的童星张艺山,在做客接受采访时接发了娱乐圈的一些黑幕。 张艺山在节目中称,在娱乐圈中不是你有实力就能够火得起来,很多事情和利益挂钩,没有什么人情可讲,并表示不会再做真人秀节目。 最近又因为参加录制极限挑战,再一次被观众所熟知,孙宏雷入圈早,见过更多的不为人知。 面对张艺山的问题,他更有话语权,孙宏雷在节目中称,自己并不相信那些所谓的表演专家,觉得观众才是最权威的,他谁都不相信只相信观众。 接着孙宏雷又说出更劲爆的消息,他说很多的奖项其实都是做出来的,都是有黑幕的,其实哪些所谓的奖项都是有黑幕的,孙宏雷自己都是有黑幕的,可能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。 孙宏雷最后说自己是很随心的人,并不会去计较这些,千万生活别不高兴,且行且珍惜。 正如老戏古臣道明所说的,拿了多少奖项不重要,观众才是最重要的。 接着孙宏雷